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同意将每年给予沙巴和沙拉越的特别拨款增加至3亿令吉 南北大道给辆拖的罗里失控 撞向护栏后 燃烧爆炸 司机和跟车员葬身火海 首相达多斯利安娜宣布将委任沙拉越财政司达多斯利万里森曼 为内陆税收局的董事成员 即日起生效 首相强调委任任何职位的主要考量为人选必须是相关的专业人士 且具备适当的资格 在沙拉越财政司达的主要考量为人选择 在沙拉越财政司达的主要考量为人选择 我已经提供的主要考量为人选择 在沙拉越财政司达的主要考量为人选择 来到沙拉越财政司达的主要考量为人选择 沙拉越财政司达的主要考量为人选择 沙拉越财政司达的主要考量为人选择 沙拉越总理阿邦泽赌迫日上 去年十月曾表示 希望沙拉越代表能够进入内陆税收局董事部 首相兼采政部长达多斯利安娃指出 联邦政府同意根据联邦宪法第112D条款 将每年给予沙巴和沙拉越的特别拨款 增加至3亿令吉 另外,财政部也批准总额10亿令吉的拨款 以便在沙巴和沙拉越展开提升边境海关 以免检疫与安全大厦机设的工程 至于沙巴和沙拉越是否从州 证明为邦的课题 属下安华表示 这个课题涉及联邦宪法和边界 因此有必要先征询马来统治者的意见 才带入内阁讨论 另外,属相近期会部印尼总统佐科威 讨论与沙巴和沙拉越 接壤印尼新首都路山达拉的建设计划 对此,政府决定提供额外拨款 以提升边界海关大厦的安全层面 同时提升海关大厦和道路等机设 由于我国的公务员所获得的花红数额不高 因此各州公务员 花红将负面征税 现在,资金与沙巴和沙拉越 现在,资金与沙拉越 被责任的国家 但是,在大厦和沙拉越 但是,我认为了沙拉越 我认为了沙拉越 总统总统的沙拉越 沙拉越统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了沙拉越 所以,资金与沙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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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被责任全国的沙拉越 在全国 所以,如果被责任在沙拉越 但是,它被责任全国的沙拉越 首相阿诺是在出席 1963年 马来西亚立国契约行动理事会会议后 这么指出 资金与沙拉越 政府应该协助联邦土地统一及复兴有限公司 以及其他机构让本地食品取代进口食品 以便可以通过减少进口,降低外汇流失 阿玛 Zahe还说 他愿意为联邦土地统一及复兴有限公司 在迈入Sadia 0阶段转型时 提供新方向 以便确保相关转型顺利落实 从而让我国拥有充足的食品产量 Felkra mempunyai kelewasan tanah melebihi 200,000 hektare yang mencakupi kepada pelbagai bidang aktiviti agroekonomi ataupun agroekonomi base maka fokus untuk keterjaminan makanan ini telah dikenalpasti untuk dijadikan fokus baru apa yang telah dilakukan selama ini telah memberikan keberhasilan yang baik namun keberhasilan ini mesti ditambah iaitu umpamanya dengan memberikan tumpuan kepada pengeluaran hasil makanan utama atau pengeluaran binatang binatang ternakan untuk memberikan nilai tambah kepada supply atau bekalan daging ataupun makanan yang berprotein 他是在昨天出席联邦土地统一 及复兴有限公司总部 出席汇报会时这么指出 通讯及数码部今年重点三大事项 包括数码机设、数码投资 以及数据和网络安全 从而让大马成为东盟的数码中心 通讯及数码部长方便指出 在数码机设方面 该部今年着重于宽带设施和电信服务的接入 他说 数码投资有望推动我国在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增长 从而让大马成为东盟的数码中心 此外 数码投资包括新推出的大马数码油木签证 以及电商配套等计划 可间接性的为我国开发更多的新潜能 法密是在马六甲出席通讯及数码部 二零二三至二零二五年工作计划时这么指出 内阁在二零一年七月针对新楼场地的拥堵问题 已决成立单一边境机构 旨在管控国家入境处以及检查入境物品 内政部长达德斯利·萨夫电指出 监控国家入境处的单一边境机构 已经进入成立的最后阶段 萨夫电指出 早在二零一八年计划的单一边境机构 旨在取代超过二十个执法机构 并将以美国、英国、加拿大和纽西兰等国家的边境机构 作为范本 如果落实这个计划 该部将整合超过二十个机构 包括移民局、大马检验检疫局以及关税局 我们也要在一边关税局内的地方 我们要与其构议 但我们能用作其中一个 遥运的特别 但我们要用作技术的特别 我们要用作技术的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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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身的特别 主持解决性楼场地拥堵问题协调委员会后 这么指出 该部正与设计的机构进行最后的研究协调工作 以尽快启动单一边境机构 我国的单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依然保持在500例以下 卫生部长杰利哈指出 该部至今没有接获任何入境我国的中国旅客 确诊新冠肺炎的报告 同时国家药品监管局批准了辉瑞私人有限公司 延长疫苗有效期的申请 从15个月延长至18个月 根据数据 本月8号到17号 有28705名中国旅客入境我国 其中只有一人出现发烧症状 不过抗原快速检测的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阴性 杰利哈发文告表示 卫生部将继续通过世卫组织的资讯 监督国内外的疫情局势 并与东盟国家和中国展开合作 他说 自中国开放边境以来 我国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维持在500例以下 自去年12月17号开始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维持在三位数 杰利哈也提到 过去两个星期 大马医疗机构的第二剂加强剂 接种率呈上升趋势 为此 卫生部服务任何还没接种加强剂的人 尽快登记接种 以保护自身和他人的健康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为了舒缓农历新年期间揉新关卡的人流量 政府宣布即日起 持有新加坡护照的民众 也能使用新山关卡 也就是苏丹伊斯麦大厦 以及苏丹阿布巴卡大厦的 自动查验通关系统 这个措施将可以汇集五万名 往返柔佛的新加坡人 早前 只有持大马护照者 才能采用该自动通关系统 但由于新山两座 陆路关卡的人流量庞大 因此政府意识 所有手持新加坡护照的人 也能通关 塞伏店表示 目前新山的关卡 共有二十台自动通关系统 移民局将在今年内 再增添二十台自动通关系统 有关程序正在进行 此外 移民局计划将 自动查验通关系统的使用范围 扩大到风险较低的国家 包括文莱 英国 澳洲 以及纽西兰 农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 年货市场也随之热闹起来 不少民众习惯趁着 新年到来的最后一分钟 赶紧冲刺半年货 本台记者发现 大部分的民众 是基于工作盲目的缘故 才被迫在最后一刻 置办掩护 所以我们赶紧冲刺半年货 在最后一刻一步的大部分的价格 也能够用在最后一步的价格 也能够用在最后一步的价格 都能够用在最后一步的价格 并迎接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 贴春联是华人在农历新年期间 不可或缺的传统质疑 为了让社区 尤其是年轻一代 延续写书法的传统 吉兰丹花旺生一名教师 自愿为当地居民开设书法课程 并将重心着重于年轻一代 尤其是在籍学生 这些文章的文章是在籍学生 每个文章的文章的文章 它是在籍学生的文章 在文章的文章中 文章的文章的文章 有五文章的文章 或者七文章 或者一文章的文章 文章的文章有其他文章的文章 对此 对书法感兴趣的年轻一代 都希望这一个传统能够延续下去 我学习高航 我学习高航 我六年 金沉学习 我学习 在HGCC 我学习高航 我学习高航 我学习 boy 我希望 贴春联是华人的传统习俗 每逢春节家家夫妇都会在大门 换上新的春联 月夜避险处灾迎祥纳福 配合农历新年的到来 吉达三圣慈善福利文化村 将从除夕夜开始 挂上三千盏灯笼 为所有受水灾影响居民祈福 同时期许新的一年顺心平安 这一项挂灯笼的活动 预计将给吸引超过十万人参与 三圣慈善福利文化村顾问冯复光指出 旅客可以从星期天开始 直到元宵节观赏灯笼 届时他们还可以在文化村 观看舞师表演 另外为了迎接崭新吐眠文化村也专门设立了二十处打卡区让旅客拍照 开放时间为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一点 换个焦点 南北大道 一辆运载塑料废料的托格罗里 不知何故失控 撞向护栏后 起火燃烧 并且传来爆炸声 受困的罗里司机和一名跟车员 活活被烧死 至于另一辆受波及的轿车 则是后部被撞毁 司机并无大碍 这期冬运车祸早上八点四十二分左右 在南北大道往南部方向第二百五十九点六公里处 也就是在亚沙都收费站附近发生 消整局接获通报后 立即派员和消整车赶往现场换救 消整局透露 照示罗里已经完全被烧毁 芙蓉景区主任南达马路 助理总监发文告指出 说不调查 这一辆罗里是从巴生准备前往新纳望 然而在经过事发地点时 以似失控 撞向右侧车道 以及搭到中央的防转栏 随后便燃起熊熊烈火 目前 警方援引一阻八七年多路交通法令 第41条第一款展开调查 由于距离农历休年还有一天 很多游子纷纷返身过年 这一起车祸的发生 也导致大道暂时被关闭 交通陷入严重瘫痪 不过 在警方和南北大道公司 以紧急车道作为暂贷路线 短暂舒缓的瘫痪交通 雪兰额巴生港口支援 日前发新一名外籍男童被困在货柜箱 长达六天 货救时已经奄奄一息 状态十分虚弱 内政部长德德斯利塞夫店指出 警方调查后证实 这一起案件不涉及人口贩卖 而该名男童也已经被安排送返回国 18号下午1点53分 警方接拨一名43岁本地男子的投报 至17号晚上9点 在巴生港口一个货柜箱内 发现一名外籍男童 当时的他非常虚弱 这一名男童被发现后 已经第一时间送往巴生医院 接受治疗 目前情况稳定 由于这一名男童 没有任何可证明身份的证件 因此警方展开进一步调查 并转让给移民局跟进 包括依据程序 协助让男童乘坐同一艘船返回国 据了解 运藏男童的货柜箱 是在17号抵达西港 而船只是在12号 从孟加拉吉大港起航出发 运载许多货柜箱 因此 该名男童是通过非法途径 在地无辜 马六驾野心发生一宗谋财命案 一名男子闯入91岁老父的房屋 并在谋财害命后 试图讨厌 然而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案发6个小时后 事案男子被警方逮捕归案 死者遗体是在凌晨2点10分 被邻居发现祸到在住宅的厨房 野心警区主任 马马发6指出 警方接获截伤案的同报后 到场展开调查 随后在早上大约8点 在同克肛榜逮捕一名男子 并发现该名男子 拥有三项抢劫案前科 警方援领刑事法典 第302谋杀条文展开调查 死者遗体已经送往太平间解剖 以查出死因 另外 死者的邻居受寻的时候透露 他在凌晨1点50分起身喝水时 一息听见死者痛苦的声音声 当时他不敢轻举妄动 大约20分钟后 他看见一名男子 从死者的住处离开 接着 透过死者家厨房的窗后 发现死者已经握倒在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主农村 清晨发生大幅 导致大约六十栋房坡被烧毁 近五百个军民紧急撤离 目前还没接过死伤报告 外媒报下令动员一切资源 尽可能降低伙患所造成破坏 主农村坐落在韩国最昂贵的 房地产江南区 两地距离只有五公里 主农村成立于1980年代 当时当地的贫困居民 因为城市开发而被迫搬离家园 毕露反政府示威活动持续发酵 而在示威暴乱中 无信上面的人数也逐渐增加 十九号 数千名示威者 聚集在首都利马 其中大部分为南部地区的原住民 他们主要抗议执法人员 在南部进行暴力镇压 另外 当地有一栋历史悠久的建筑 也在冲突中起火燃烧 外媒报道 大批示威者带着抗议横扶 拒接首都利马 并抨击政府和警方 在南部城市阿亚库桥 以及普利亚卡进行暴力镇压 造成部分示威者死亡 为了控制场面 当地警方身穿全户防备装备 并与示威者对峙 一些示威者更是向警方投掷石头 导致这场示威活动 最终演变成警民冲突 此外 会于立马老城区的圣马丁广场 一座空置的历史建筑起火燃烧 当地消整局负责人透露 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 去年12月初 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下台后 秘鲁的抗议活动便持续不断 除了首都反政府的示威活动 也蔓延到秘鲁其他地区 新闻的尾声一起透过镜头 到佛光山东禅寺 欣赏新春平安灯会 車内景靓 在北京上 就算 obviamente 不用了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